动物失控的案件强出不穷 农场出现了三只绵羊 像是幽灵一般 紧跟着路人不放 另外有一群游客经过象群的时候 被其中一只大象紧迫逼车 白色尖牙旧块戳破车尾灯 还有在美国犹他州的社区 则是出现了逃跑小猪 耍了警方团团转 绿草如荫的农场 出现惨烈的尖叫声 镜头隐约看见 三只白色的绵羊紧追在后 吓得女子花容失色 这群绵羊忽然像幽灵般紧跟不放 逼得他们拔腿就跑 失控的动物不止绵羊 一群游客跟象群狭路相逢 原本只是想安静地路过 却似乎激入了其中一只大象 象群开始狂奔 仰起阵阵尘土 回头只见大象紧迫逼车 白色尖牙就要戳破车尾灯 乘客惊魂未定 好端端地突然遭大象追赶 动物追人不明就里 人追动物通常是出于无奈 在美国犹他中社区 出现逃跑的猪只 在街上四处游荡 眼看情况焦灼 追捕警察脚步踩稳 决定使出假动作 向右跨一步 虚晃一招再快速折返 扑倒小猪 小猪眼看大事已去 束手无策 只好乖乖就范 让警察整只抱走 成功弃拿归案 动物失控案件层出不穷 但追捕原警伸手矫健 确速控制混乱场面 令人刮目相看 综合报导